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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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需要很精准的眼光 就是你投资这个地也好 或者这个项目也好 它得有升值空间 你不像我 我是买什么 赔什么 这是还有一个人卖关系 这边修地铁了 别人还不知道呢 您知道规划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门脸房肯定是升值 对 对 对 现在五万块钱 那以后一升值可能是五万二十万 对 对 对 就这意思 对 对 对 但现在其实已经属于 不用那么忙碌去再经营了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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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养老了现在 他那钱都弄得是上门了差不多 五十九岁 算是基本上退休了 我实际上应该是从九七年就开始养老了 等一下 九七年就开始养老了 那就是二十年前 那时候就已经算是赚足钱了 对吗 就是我不再去再继续经营的能力了 我听明白了 其实您以前也是有自己的一份职业的 后来呢 开始做这个房屋的投资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经济方面压力了 那以前的固定工作或者自己经营的事情也就不做了 对 他就好像有这个机会 他有这个经济头脑也 后来自己做过生意 对吗 2002年和这个店内总公司合作嘛 开了一个公司做取车轮胎销售 我们当时做跟那个东风轮胎厂做了一个华北地区的一个代理 应该也算是很大了 对 那后来 但是两年不行 两年就就赔的不一乐乎了 赔了 那赔的 怎么会赔呢 当时它的轮胎呀 它是这样 我们做的都是载重胎 都是运输 运输用的那种大轮胎 我们去销售这地区呢 都是这些路边上这些汽车修理的那些轮胎的那个店铺 但是他们都是超载 那个年代就是如果不超载的话 挣不出这个运输费 所以他们就玩命的超 比如说16吨的车它能装24吨 没几趟这车就轮胎就爆了 爆了呢 我们就把这个轮胎退回到厂家去了 或者厂家来人一检测 这个不是我的原因呢 说你这明明白就是那个操作上的 就是你超重造成的 所以厂家也不赔这胎 厂家不负责这一块呢 我们就自己就赔了 一个车皮下了20万 送过去了回来返回了18万的破胎 一年半的时间就将近赔了400多万 大吉大坡对我来说我承受不了 有赔有赚嘛 做生意就这样很正常 后来就延期西谷了 专职做房屋投资了 所以隔行如隔山 当时是在婚姻当中是吗 没有 当时您就已经离婚了 对对对 这段婚姻维持多久啊 85年结的婚 91年离的 6年的时间 对 但是为什么离了呢 年轻呢不懂 可能在没结婚之前呢 就和这个女方啊就发生关系了 但是那个时候挺严重的这事儿 当然呢你发现那对方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了 或者两个人不合适了 就想分手了 不行了 人家找到我妈去了 我妈二话没说 我妈说那你这不是小刘蛮呢 不是 不行 结婚 得 那我没办法了 接吧 人家找我说是8月份 我妈说跟人家说 行了你回去吧 告诉她 11号结婚 所以在那个年代也是算有点闪婚了 也不是特别了解 对 就走得太近了 对 其实从我们来看人都挺好的 就是她俩就合不到一块 一见老不一致呗 我们俩呢后来达成协议了 就说只要结婚就行 结婚不婚咱俩就可以离 那真的是结完就离了吗 你听我说呀 这事儿出来特巧哈 那时候不是年轻嘛 就是结了婚就是你得带我旅游去 结果在旅游上又真正的怀孕了 哦 结果呢你再离婚了人说了 我怀孕了 等怀孕生了孩子 你再离 再想离的时候人说了 小孩什么俘虏区不能离婚 那时候我反正我也在家嘛 我就陪我们去 那还有我来说 我有一个人 不得了 我来说 我在家嘛 我站在家上 不得了 那要不要 就像那个人 任务 酷 太好了 那么 有一个人 做生qun 嘛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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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别提了 怎么不后悔啊 哪这个人本身哪都好 我在我心目中就是 就可以作为老婆了 如果让您重新选择啊 你是说为了给我安全感 你得把房子过户给我 就是这位女士 您会过给她吗 我都给她都给她了 真的 她们俩畢竟相中了十年 还有感情的 有很深的感情 可能是 十几年过去了 而且看到今天的您呢 还挺意气风发的 精神状态不错 那您对未来太太的 这个要求是什么 投缘 而且能聊来 哦 沟通非常重要 对对对 好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熊女士啊 她是否和您能够 愉快地沟通 是不是有演员呢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掌声有请熊丽女士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很漂亮 熊丽 五十岁 李毅 北京人 东风石化 文员退休 有独立住房 哪方面的文员呢 做办公室的 那个资料文件啊 或者是开个会啊 这是国企吗 对国企 女士呢 对先生有了一个基本了解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一个互动的游戏 彼此更加熟悉一点 游戏环节 两人分别拿起一只筷子 共同加起乒乓球 从舞台异端走到另一端 在这个过程中 乒乓球不能掉落 否则将要接受惩罚 这样的来 这样 对 对啊 加起来 那就得挤着点 来 开始 别着急 这有难度 这绝有难度 人家那劲儿 不见得使得一起呢 对啊 你看看那劲儿 好 老师你咱俩聪明啊 哎 掉啊 有没有点面子啊 不行啊 不能掉啊 不能掉啊 慢慢啊 不能掉 掉了 最后一会掉掉了啊 这个过线了 过线了 加筷子加东西也不能大头朝下吧 这也不错 没有尽量 他们俩配合得挺好的 相当默契 女士刚才和先生配合过程中 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对先生比较稳 踏实 而且比较实在嘛 这些是优点吗 对您来说 对 是您择偶的一些重要的特质吗 因素对对 您会考虑这些 嗯 那看来您对先生印象不错 嗯 先生呢 不是做的挺成功吗 我觉得刚才好多时候 都是女士在告诉你怎么做 对不对 是 是 那您会欣赏这种 会给您出主意 或者甚至有些时候 可能想法比您 更高明一点的女士吗 好啊 好啊 能帮您商量 共同投资的事 我觉得货的挺高的 您觉得弟弟会在意 这身高上面的吗 我觉得他会在意 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大屏幕显示 女士基本信息块 那么从这几条 基本信息当中 您可以选择最感兴趣的一点 来进行了解 请看大屏幕 选择一点 兴趣爱好 兴趣爱好 女士 您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野营 爬山野营 嗯 女士爬山是会 和一个团队一起去吗 很多的时候 我也可以就是一起去 没有合适的时候 我自己也可以爬山 您一个人去爬过哪座山 很多很多 因为我孩子在江苏上大学嘛 看他的时候就 顺路就去玩去了 那好多人就问我 你是看孩子还是去玩去了 我都有 那一个人登山会不会有危险 也有危险 可是我30年 我已经习惯了 从20岁吧 那个时候 婚姻好像不是太辛苦嘛 就是两个人性格爱好都不一样 后来我就自己去 比如上北海公园 那时候刚开一毛钱 我就可以去转一圈 从那以后吧 我觉得自己玩去 也是一种乐趣嘛 特别放松 特别快乐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有危险 但是我有措施 比如说像遇着毒蛇呀 还会遇到毒蛇呢 有 那次是在山里 都有我们10个人 一个队嘛 有两个男士 剩下都是女士 就在旁边不到一米嘛 这距离 就有一个小树枝一样 比我手还要细嘛 那小树枝灰色的在这 我在第一个走 我还一边抱松子 一边走 那几个姐 在跟我在后面 他们看见了 我们不差点 要把它当树枝 给踢到一边去 那姐姐喊 小熊 你千万别动 这是不是有条蛇呀 我一看 给我吓坏了 那条小蛇 吐着杏子 一直在那 冲着我 我比较害怕 我就站着不动了 一点都不敢动了 你越害怕 他越会咬你嘛 你越跟他 你不能亲近他 后来我妈妈 我挪开了 挪开以后 后来我们哥哥 拿那照样机去射 就一看一条挺毒的蛇 三角的脑袋 这种经历太多了 您的包里会不会有这些 能够避免自己遇到危险 或者能够防身的这些东西 防身的 反正我一般的 就是带登山杖嘛 你今天带着吗 这个包 带着呢 看看您登山包里 有什么东西呢 要你的话 你自己会干净吗 我不会 必须得有伴 我觉得 就没有水也害怕 就是山要抖的话 如果磕着胖着的话 比如有危险 一个人处理不了 沉 哎呦 今天没有水 嗯 今天还背水呢 有水和沉 您就每次旅行 背着这样包 还现在是没有水 有水中了会更重 对 这是最轻的时候 你就背着它 那腰远走多少公里 山里的山楂什么的 好沉 真的很沉 体力也好 没有体力我就是跑不了山 这个是登山杖是吗 登山杖 这就是水壶嘛 因为一去就有的时候走几十公里嘛 就得背个大的水壶 嗯 而且冬天的时候也是要被有大舒服 嗯 您建议他翻一翻您的包吗 没事 没关系 哦 药品 有药 嗯 都什么药呀 像那种什么云南白药啊 像防晒霜啊 像这个在 我带的云南白药 这个是在越南那边有那个就是防虫 各种虫 越南买的防虫的 这个非常便宜五块钱嘛 嗯 它一方有重咬以后一抹马上就好 嗯 先生您看看有什么您感兴趣的来 就这个 嗯 中国地图 这个女婿是出门都带着的哈 我出门三件宝 一个是中国地图 还有一个火车时刻表 嗯 再有一张就是币带的银行卡 过来好多年就经验了 挺像我这种生活的 这肯定也是币带的 这么跟您说啊 这个也不是每次都币带 嗯 因为这个是对膝盖有保护作用啊 对啊 嗯 你知道我带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吗 哎 雨伞 嗯 这个夏天防晒 最重要的是我没有这个登山障的时候 我拿它打草 打草 打草惊蛇 没有 您这是雨伞新功能 打草 我万一要是没有登山障的 这登山障不是随身的 因为我去看儿子什么 经过河南嘛 我就自己就特别想去那少林寺那个松山 嗯 我就从南边走到北 用了一天的时间 自己一个人吗 嗯 走到路上会有人问你吗 说阿姨您一个人在这走 那座山里头就我一个人 没有第二个人 那您不害怕呀 不害怕 其实你要说没人的时候吧 也不害怕 您看这个先生这个 我怕我了 怕我了 公园里边那个夜里边那路都一个人都走得甚慌的 那先生听到你是这样一个人去登山 甚至说周围一个人都没有走一天这样的情况 您什么样的感受 厉害 我感觉像我这样的人比较麻烦 怎么会比较麻烦呢 你万一那天我这样的女人那么胆大谁敢要你啊 哈哈哈哈 这还真得是有共同啊 我是出去至少得三两三个人吧 女士也别拿这个爬山这事儿吓唬别人 其实您这样的女士非常多的 不是啊我跟您说我特别喜欢这种运动 对我的意思就是您这样的女士很多很多 大家喜欢爬山喜欢到野外去感受那种惊喜 对先生来来讲 他对您伸出胆子就说明欣赏和佩服 体力 但是不建议参考我这样 但我相信女士如果有一个伴侣陪着您一起去登山 您肯定是更希望的对吗 我也希望这样 退休以后得有生活多好 没什么负担 然后两人背包出去玩 听过了女士的介绍啊 相信您对女士心中有一个判断 接下来呢要上场的是康玉燕女士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掌声有请 你好女士 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两位老师好 康女士 上场之后一分钟的时间自我推荐一下 这一分钟的陈述是决定您是否留在场上的关键 如果您展示了自己的魅力 打动了先生 那么接下来留在场上的就是您 如果这一分钟的时间没能说服先生 那么先生的选择将会和刚才交流的熊女士 继续留在场上 所以这一分钟对您非常的关键 我叫康玉燕 今年49岁 北京人 离异三年 有一女儿已经结婚了 我特别紧张 感觉那个男士会选择他的外在的东西可能更吸引这个男士 两位老师 以你们对女嘉宾的了解 您认为哪位女士和先生合适 先生应该选择哪位女士留在场上继续交流呢 我是支持康女士的 在之前跟康女士做过一番交流 我认为她的性格以及目前的状态跟先生可能更匹配 同时她的一些要求呢 我认为先生身上也是具备的 比如说她谈到了一些具体的细节 有这个不良嗜好的 我们是不接触的 但是我感觉先生身上 她传递给我们更多的信息 是她积极向上的 所以我认为康女士跟先生能更合适一些 我个人觉得熊女士跟咱们先生更合适 因为是两个人已经有了一番交流 有一个相对的了解 包括咱做了一个游戏 我觉得这游戏中也见到两个人的配合 然后包括我个人觉得熊女士之前我们沟通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她的一些爱好 生活也非常健康 包括咱们先生看起来也非常年轻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是很大的 但是也不得不说 康女士一上场 我们通过现场的反应就可以感觉到 大家眼前一亮 不仅是她的着装的色彩吸引了我们 你如果说着装着色彩上 那我们也很鲜艳 对不对 我们也很年轻很时尚 乍一看 觉得这第二个比第一个可能性大点 为什么呀 从体态各方面的看着 然而还有点意思 有点可能 先生 您将选择哪位女士 留在场上继续交流 您想好了吗 还没有啊 您需要现场求助吗 因为今天您来的亲友团 不用了 不用了 您自己可以做选择 您将选择哪位女士留在场上 请走到她对面 牵她的手 掌声呼一下 那么雄林女士 谢谢您这一轮 在我们的场上精彩呈现 接下来呢 期待您啊 跟下一位先生的互动和碰面 谢谢您 休息一下 选我更好 选我我也是为了 两人更加了解一下对方 然后才能有个比较正确的选择 在场下看到这个先生啊 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挺大男人的吧 大男人 而且经得起大起大落啊 做生意 一般的人就是赔了 就不想再做生意了 就这方面挺好的 而且他有责任心 是就是那小孩 抚养权的问题要争取 因为小孩男人带 好像不太合适 就是女人带的比较 还是我太紧张 挺好的 男人好啊 形象好 形象好 这女孩女孩 从本房子 她挺她人的大气的 眼前一亮啊 其实还都不太了解 您先看一下大屏幕 基本资料啊 康玉燕 49岁 离异北京人 房屋出租 有独立住房 这也是房屋出租 哎哟 您二位这职业挺有意思的 一个是房屋投资 一个是房屋出租 咱这慢慢聊啊 先说说这照片 不知道应该说是 大鹏展翅 还是孔雀开屏 先生 您给这照片 起个名字吧 孔雀开屏 这是在什么地方 拍的照片啊 桂林好像是个叫 室外桃源的 叫公园里 你也是喜爱旅游 对吗 喜欢 先生也挺喜欢旅行的 跟姐姐都是出去一块 带着姐姐姐 一块出去玩 但是去的地方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当时觉得我一个人 我当时有了伴了 在一起去旅行 对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不知道我弟弟怎么想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将进行一个互动的游戏 这个游戏也是针对二位 专门设计的 请看大屏幕 用逢假期 两人相约去旅游 从图上照片 选择出喜欢去的地方 并各执观点 说服对方 去自己所选的地方 我选的是夏威夷 您猜猜女士选的是哪 应该差不多吧 你觉得先生了解你吗 就在理由这一点 不了解 女士选择的是海滩 女士想过的海边是哪里 我还是首选的是海南 好 虽然大家都喜欢大海 但是女士希望去海南 先生希望去夏威夷 来 我们开始这个亲近模拟的互动 双方各执一词 谁来说服谁呢 开始 我觉得应该去夏威夷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那个非常好 空气新鲜啊 就是你没有见过 在咱们国内是找不到的 海南空气也很新鲜的 又近 还很方便 不用搬护照 费用还少 您这两个就说服吧 立马就妥协了 这两位嘉宾特别搭档 都比较沉稳 我们一坐文文当当的 特别好 你有亲友团来吗 有 我问一下亲友团啊 您觉得厂上这位先生 以您对女朋友的了解 他会欣赏这位先生吗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 我们 都挺太好的 都觉得挺好的 为什么呢 觉得这位先生 人挺好的 长得挺喜香的 还会小酒窝呢 看来这个亲友团对您的评价很不错 两位请坐 接下来呢 我们大屏幕上将出现 女士的基本信息 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 请您选择一点 您最想了解的 请看大屏幕 有缺点吗 性格比较随和 爱说爱笑 除了停堂下的图房 要什么拿手菜吗 比如说红烧肉吧 糖醋鱼 先生爱吃这两道菜吗 比较喜欢吃鱼 缺点就是 有时候脾气比较急 脾气贤惠 知情知书达理 能够两个人互相照顾 有人给做饭啊 就知道心疼他呀 这两个人能够 能够自己拜托到牢 这我自我自我都放心了 接下来呢 要登场的是 程鑫女士 掌声有请 你好 程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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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人 你好 你好 重鑫 51岁 李毅北京人 忠实化统计 有独立住房 现在这个环节 对您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简短的一分钟陈述 将决定您是否留在场上 请用一分钟时间自我推荐 我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 然后就是刚才在台下 我听了一个男嘉宾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海南和夏依宜 我是只要玩得开心哪都可以 我觉得三二女士推荐自己特别好 我觉得女士这个自我推荐非常有深意 先生 您琢磨出来点没有 比较愚钝 没错没错 我觉得刚才咱们女士上来这个 她不光说了一个所谓随和两个字 太笼统了也不接地气 人家举了一个实例 那意思是 只要是跟着您去 是吧 就可以 就可以随着您 是可以跟您一块随和对吧 所以您注意啊 注意注意 我也喜欢三号女士这性格 我找男士也是找这样沉稳的 不是说他要外表有多好 你所说的随和就怎么着都成 不是 如果是先生这样的男士 去哪都行 可以交交流 但是我相信呢 康女士的状态呢 是说在那种情境模拟 她是希望通过出这样一个难题 跟你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所以我想呢 康女士是更用心的 她也表达出对先生的更多的好感 我觉得先生 咱多了解 多了解一个新的 上场的咱们李嘉宾也挺好的 康女士呢 她跟您 在工作方面 跟你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您是跟房子有关 她那边呢 以前的工作跟房子也有关系 而且目前的状态 两个人都比较安逸了 就不需要再 为了什么 我们再去打拼 这是她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我认为您还真的有必要进一步的 跟康女士交流 我们成就也是啊 工作状态非常稳定 而且是 也是自己都是能够 这个 这个对自己是 是这个经济状态是能够保证的 尤其是做这个统一工作呀 也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从经济角度来讲 咱们也都能自己负担自己的 这个情况 没有任何问题 也是没有任何负担 但是康女士去年已经开始把工作放在一边了 现在就进入一种 不能叫安享晚年 而是说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而先生呢 现在状态也是这个状态 如果说 程女士呢 现在还处于工作状态 恐怕 一个工作 一个休闲 两个人在很多时间方面啊 包括计划的安排啊 包括旅游啊 这就容易发生痛苦 我觉得距离产生的 这个话也是老话了 对吧 就是两个人是吧 老都在家了 可能也会时间长了 也会疲惫 我觉得 这个有一个工作上的性质的不同 我觉得是好事 你说的是年轻人 但是对于大家到了这个年龄 就是希望更多的时间 在一起交流 陪伴 什么叫慢慢变老呢 说就是我们这个状态 而不是18 9岁的时候 我不同意吧老师 我觉得50岁左右上下的人 并不能现在算老年人 对吧 应该算这个中青年人 也是应该有很多自己的工作和追求 咱俩别抬杠 看看先生怎么行 这个先生这表情是越来越严肃 心里开始打鼓了 到底选择谁呢 三号女士这性格特别好 就只要沉稳踏实的 您现在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 想清楚了 来 先生 您希望哪位女士 留在场上 继续和您交流 请走到她对面 牵着她的手 那么康女士 感谢您这一轮在场上精彩呈现 休息一下 我们次在下一轮 您和场上的男嘉宾继续碰面 来休息一下 谢谢你 成年是漂亮的 成年往外飞着不到家 也不管她 也不行这样的 成女士 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意外 说实话 你站在那里 我心里有点打鼓 我不知道先生会选谁 我觉得没有意外 为什么 我很自信 就很跳 说得多好 人家饭做得不是很好 但是我也能上来 平常下到厨房 她属于乖巧 特踏实的那种女士 而且她们俩 不会产生什么 特别大的矛盾 刚才呢 我觉得这个女士性格 和您合适 但是您看马老师也说了 从工作性质啊 现在生活状态啊 似乎您和康女士 更合适 您当时为什么 坚决地选择了 成女士 如果我要是跟那个 康女士 我要再握人家手 那这个女士 就没有机会上来了 您选择了成心女士 代表您和康女士 将不再有任何火花的产生 彼此放弃 后悔这个选择吗 也不后悔 我就觉得应该 给人家一机会 确实你说二号不适合 既然两位 现在选择留在了场上 那么我们进行一个 游戏互动的环节 是展示我们各自的机会 也是看看两位 适不适合的机会 男女嘉宾进行匹配度测试 大屏幕上会显示八个问题 双方根据所提的问题 做出回答 并写在答题板上 女士写的是早上五点起床 晚上十点睡觉 先生是十点半睡觉 八点半起床 起那么早啊 我比较喜欢早起 因为我现在上班嘛 早起来我就是 把家里擦一擦 收拾收拾 然后再收拾收拾自己 然后就上班了 还有一个就是 我都提前到班车展 然后竟有半个小时 到一小时的锻炼时间 我不爱睡懒觉 我是早睡早起 很多年我就早睡早起 在将来如果和一位先生成家 你们的作息习惯 如果特别的不一致 怎么办呢 您能接受吗 像先生八点半才起床 可能您都到三妹了 她也没起床呢 有一点介意 那可能晚上不睡 早晨不起的那种 一般的女士 很少接受这样的 先生 您这个作息习惯 能调整吗 够呛吗 因为我鼻子喜欢睡 你是写的是均衡 就是没有什么 哪项特别多的 特别多的 对 也不会专门用来 支出买旗袍什么的 不会 不会是个大额的支出 对 先生写的是健康饮食和运动 看来您挺爱吃的 而且还吃一些保健品 吃什么保健品呢 主要是哪方面的 就是一些微生素的东西 或者清肠的一些 女士写的是游泳 参与社区活动 打球和旅游 先生写的是 起床吃早饭 然后看看股市 下午健身房游泳 你们都有共同的爱好游泳 先生是每天都有 您每天游多长时间 半小时吧 女士呢 再想一下退休以后去游泳 先生是 主要现在已经退休状态了 所以业余生活和退休的 这个时间安排是基本一致的 那女士现在业余生活 至公园 收拾房间和做可口的饭菜 我觉得先生可以写优点了 就特别的整洁 您看您把您的小体板擦得多干净啊 一身不染 哇 先生写的优点果真是爱干净 缺点是有点小脾气 女士 您的优点是做事 他是缺点还没想好 有缺点让我同事跟我说话 我要是男士 我就把他娶回家 都好啊 要说缺点呢 就是他有时候挺直爽的 说话有点直 但是他心地特别善良 得罪过你吗 说话直 当时可能会觉得 但是如果谁真正了解他 肯定不会在意这一点 性格直爽 先生您说您很爱干净 会爱干净到什么程度 这个每天这个健身回来以后啊 文部的一表有异味 就是每天都在洗脚换衣服 对 我觉得男士就应该这样 最接受不了的是吸烟和堵 先生您吸烟呢 不吸 不吸烟 您打牌吗 不打 您喝酒吗 也不喝现在 这方面真好 又不吸烟 又不喝酒 又不堵 先生最接受不了的是 不讲卫生 你是会多长时间 清理一下房间 基本上每天都擦 每天擦地 窗户呢 周末 周末会擦 周末 先生这个频率算是 讲卫生吧 相当可以 不好啊 就这三号 真的人见人爱 经过智能测试 两位老师 你们是否支持两位 两个人的状态啊 还是有挺大的差异 首先是说 一个在工作状态 一个是已经退休状态 大家的这个时间节奏啊 作息时间点啊 是有差异的 再有一个呢 那么先生现在是 大量的时间注重是养生的 女士呢 虽然说对健康也比较关注 但是整个这个状态 跟先生还是有挺大的差距 所以马老师觉得匹配度上是有差别的 有点差别 其实啊 我觉得有一些这个优点缺点啊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笼统的一个概念 咱说细节 因为咱要以后可能是要走入恋爱 要一起生活 是吧 比如刚才像您说 咱最后这个卫生问题 这就是很生活 实际中每天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匹配度很高 对那我觉得像说 您的最在意的地方 先生都不中文有 然后先生说了 对于卫生这个这方面 您的这个回答 先生也非常的满意 这个频率呢 也是非常合理的 适合先生的这个程度的 所以我觉得 二位一起过日子 是匹配的 对 我觉得他们俩真的挺搭的 真的 通过对我们主持的了解 您现在想好最终选择 是不是 马老师 挺有点状态的 对 因为我特别想找一个 也是退下来的 所以我就是觉得 刚才康女士呢 她那个状态 当然大哥可能考虑到 给所有人一些机会 免得因为说到这来了 跟人没交流 咱就回去了 但整个这三位女士 您都见过之后 是不是这个心思 要比较而言 因为咱们今天场上 就三位女士 您对于康女士 我认为二人的匹配度 还是更多一些 那个状态可能相对来说 对对比较适合 不是考虑吗 你也不考虑 我看你们俩都比较大气 比较那个 我喜欢有头发的 还是有头发 会不会在恋爱当中 或者是择偶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点犹豫 和替对方着想 反而让自己落单了 这么多年 反正是不会 不太喜欢伤害对方 我再遇到 有可能产生的缘分的时候 其实不要想太多 一定要抓住机会 明白自己心里想要什么 不要因为这样 或者那样的理由 而让自己放弃了 有可能产生的缘分和感情 好不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您休息了 谢谢 好吗 我们将把成语持留在场上 进行大营的交流 了解不多 从外形上看 一号三号 都不是我的类型 但是呢 二号呢 他那状态 可能还有点可以了解往下 我呢 就想找一个 就是也退下来了 两个年龄 差不多相当的 而且一起出去 比如一起研究研究啊 美食啊 研究研究健康啊 运动运动啊 健健身啊 出去旅游旅游 是这样 我是想找这么一个方法 接下来一起证实一下 我们今天的二号男嘉宾 你好 有真精神啊 你好 精神 王老师你好 你好 站哪边 完了 和你是 您去哪啊 坐哪边啊 您怎么满场溜达啊 先生 你看他脸都红了 也紧张 先生您上场 这走了一大圈 感觉这个有点茫然 但我所知 您并不是第一次来选择了 是 第二次了 第二次来还觉得生 就两年多了 上次录制选择 就是碰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嘉宾吗 碰到了 牵手了 我们也专门 这个调出来之前您 上一次节目的视频 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 二号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来律师先生您好 二号先生 您好 请问您今天来 是奔我们二号女嘉宾来的吗 是的 你确认吗 确认 今天面对面见到她的时候 跟在电视里看的一样吗 差不多 是更好看了 还是更难看了 差不多 差不多 对对对 先生当您给刘女士打来电话的时候 其实您很犹豫上节目 对吗 是 我们也上 后来是什么勇气 让您走上这个舞台 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挺喜欢她 所以我就觉得来一趟 开始您的选择 谢谢 能够 调整 互相了解一些 我好想也没有不接的道理 对 我发现她还是个挺幽默的人 从今天开始你不要掌握她的个性 她的性格 是 是冲着自己喜欢人去的 然后并且牵手成功了 这应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好消息连连的呀 要求的太高 太多 我给不了她这些东西 刚才我看她跟那个前妻的女嘉宾挺搭配的 竟然牵手了 竟然牵手了 你们相处了多久 五个多夜吧 那也不算短了 都走到谈婚论嫁了 但是谈婚论嫁的时候 谈到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 没谈拢吗 对 因为我这个北京这套房子是我姑娘的名字 她具体的对房子来说 这个就需要过户给她 婚前就过户给她 对 如果说婚后加上她 我觉得还算是一部分 那如果婚前过户给她 那还真成婚前财产了 这个肯定是做不到 不管婚前婚后肯定是做不到 再也我也跟她说 我说如果是我是在咱们认识之后 我把这套房子做到我姑娘的这个名字下 那么这是我可能是要提防你这些事情 可是实际上我是在 我们在离婚之前就已经挂了我姑娘这套房子 当时跟我前期因为也是矛盾比较多了 所以考虑这个情况 所以是因为这点谈不拢所以放弃了 不光经济上来别的原因 要的太多太高了我给不了 这个房子写在女儿的名下 这个感觉就不太舒服 第一有自己有独立的空间 这才行呢 成亲女士对这个财产 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婚前的财产 您是怎么想的 各自的吧 类似这是一个观点吗 官方感情如果深的话过户倒也没有关系 问题我这套房子和别人不一样 她这套房子是直接挂入姑娘的名字 所以这不可能的事这个情况 如果说是两个人结婚以后感情挺好的 也无所谓的事 不要过就过了 就这一情况 但是女士说 那我还是希望 我的个人婚前财产属于自己 这是您的想法是吗 应该是这样 您能接受吗 我能接受 为什么能接受呢 因为我别的朋友跟我说 真把孙女过了以后就AA制吧 我跟她说过一字 她有点不高兴 不能接受 女士说这个AA制 我觉得可以 男人是上来就AA制嘛 心有点凉 反正就确实了 对 那您所说的AA制呢 是您希望的这个未来生活的方式吗 开始阶段可能还能够接受 如果可能时间长了 这种方式 我觉得也是不实用 女士呢 AA制的生活您接受吗 不太接受 不太接受 对 我觉得婚前是婚前的 婚后呢 就是共同 好 这是我们关于财产问题啊 你们之间相互的碰撞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一个互动的游戏 双方来了解一下彼此 情景模拟 两人原本约好周末去游玩 男士因为临时有案子 却见客户 陪不了爱人 各持己见 看两人如何解决 余律师 您现在在哪 在北京吗 我是 您在北京呢 太好了 这个周末 打扰您不好意思啊 但是您周末 得务必得来 来趟咱们公司 这礼拜一 人家那个对方啊 就就就来了 带着律师过来 跟咱们谈这事 我必须在周末 得把这情况给您对接一下 要不然礼拜一人来了 这个这是首都不错呀 好的 好的 必须得来 那我明白 必须得来 我待会给您一个回信 好吧 而且不行啊 那余律师 而且咱说实在话啊 咱还有合同啊 您可签了我们法律顾问的合同了 我们这有事 您必须得帮处理啊 想到我等您回信啊 周末见 诚姐 这回咱周末 这活动组织的大方了 您必须得来 每次都是您给张罗 您要不来的话 我们都不知道去哪玩 没您 我们这活动整个泡汤了 姐赶紧的啊 你看我这个 确实是工作的事 当事人这个约好了 这个可能不能陪您去 你能否理解我这个情况 没关系 我可以跟带着我孙女玩 或带着孙女一块去玩 那非常感谢 它是百搭那类型 它适合很多人 可踏实了 工作的角度来讲 因为律师这个行业 它的确有这个特点 对啊 咱就得围绕着客户 那么对于女士来讲呢 那就做一个调整 带上别人 咱去玩去 既然这样的话 那些你忙你的 我这边出去做一个郊游 倒也未尝不可 因为说明女士呢 也不是那么 也比较通情达理 也比较通情达理 最好是北京人 您是不是北京人 是这样 老家是北京的 老家北京人 就是我父亲三几年 参加革命出去了 所以以后 我爸就离休准备 就回北京 但是没回就去世了 我哥姐 他们全是在北京 跟我爷爷奶奶长大上学 我这就户口没有回来 所以你一定要找 北京户籍的人吗 做到未必 但是有一点 刚才先生说的一个 什么A字 我不太赞同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别加起来 我肯定是这样的 您就不会 我解释一下 是当时 跟那个交往的时候 就是朋友跟我说 我并没有这个想法 观念 就跟他一说 他也不高兴 我从来都不再说了 就像我原来 一个法官 他老做离婚案件 他打了离婚案件 就是人家只想说 你作为夫妻商 我怎么给你分 你今天买了这个 明天买那 你今天花这块钱 明天花了那十块钱 怎么来分这个事 他分不清 这是夫妻之间的 要不然你们就不能接 咱们跟国外 又不是这种国外 这种观念 经过先生这一番解释 您是放心一些了吗 还行 还有什么要求吗 什么抽烟 喝酒 打牌 让取酒 那是取酒状态 赌博这种恶奇 然后再就是经常是卡拉OK 就是那种 歌舞升级 对 我想说 先生有这些喜好吗 我基本上都是买的 能买的 您抽烟吗 我不抽烟 喝酒吗 现在觉得对身体不好 现在很少 卡拉OK呢 我以前跟我就不歌 不进歌厅 然后呢 有一个案子 当时我给老律师当助手 当时他有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余律师也不会跳舞 也不会进歌厅唱歌 他就有点想 再找一个助手 可能去交际这个事 后来从那会儿开始 后来我也赌气 也进歌厅 但并不是您本身 就爱好这个唱歌跳舞 我是爱好 因为我是爱好体育的 今年北京绿学足球赛 我还参加了这个 丰台绿学足球队 那我当时我岁数 可能是最大在里边 越来越觉得这个男士 真的可起之处很多了 律师是说话很缜密的 但是我觉得他非常的实在 他完全可以说我不喜欢唱歌 但是他很实在地说 那因为我当时给老律师做助理 人家希望有这样一个交替应酬 帮一把手的这样一个小伙子 我为了胜任这份工作 所以我去练歌 这个您能接受吗 这可以 我有点想补充的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程女士 非常优秀 她是从事统计工作的 而且是人大的统计学毕业的 这是女士身上很多的优点之一 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位女嘉宾 即将和您碰面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熊丽女士 掌声合适 你好 又一次回到现场 熊丽50岁 李毅北京人 东风石化 文员退休 有独立住房 熊丽女士又一次回到了我们的现场 现在用一分钟的时间 推荐自己 抓紧手中机会 您好 我是熊丽 我是一个文职人员 我现在需要找一位 特别像您一样成熟稳重的男士 其实我对住房不太介意的 对户口也不介意 对对 我对户口也不介意 我觉得您那个人从外表气质 比较成熟比较稳重 我比较看着您 其实女士在这一分钟的自我推荐当中 主要是表达了对您的好感 是 会选择刚上场这位熊女士 肯定要请她的时候了解一下 今天的我觉得在场上的状态 和沟通的这种方式 包括刚才咱们这个熊女士 回到场上之后 这个说了这番意思 那我觉得支持先生 能够选择跟熊女士再聊一聊 我倒是觉得啊 先生您应该多考虑一下 我们这位统计学专业的程女士 律师本身这个行业非常的严谨 而我觉得程女士 刚才向您提的一系列问题 都是把婚姻中有可能产生矛盾的地方先列出来 看看是不是双方吻合 您二位都有稳定的工作 您二位都有相应的学历背景 我觉得是匹配的 接下来先生是您选择的时候了 您希望场上两位女士当中 谁留在现场和您继续交流 先生介绍的这个 说的也有道理 您说的也有道理 我也犹豫反正就是这事 没关系啊 现在尊重您内心的选择 您希望哪位女士和您同台进行交流 请走到她对面 牵她的手 那么另外一位女士将回到观察室中 先生 请选 行 我先 请她 再了解一下吧 先生对熊女士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其实我相信刚才 在一分钟的自我推荐当中 熊女士对您表达了好感 这也是您希望和她继续交流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吗 对 熊女士 先生身上哪点吸引您了 我觉得这个先生的外表 气质啊 谈吐啊 这个比较吸引我 好 那接下来呢 加深一下两位了解 我们做这样一个情景模拟 情景模拟 先生工作一天感到十分疲惫 回到家中想要休息 而女士想要出去游玩 在这一期间 两人意见未能达成一致 这样的情况下 看两人如何解决 就是太累了 今天开了一天的厅 从早在晚 你看咱们换一天去 行不行 那您看我今天 就是今天有时间 就今天有时间 而且约的朋友 就是都约好了 必须要去的 您先给我做点饭 补充补充能量行不行 我这恢复恢复 我不太会做饭 那咱们饭馆去吃去 那我要晚了呢 这火车就是八点的火车 我要晚了呢 那咱就打车到 或者开车 咱们打车过去 到火上 咱火上有发现 补充能量 是吧 我可以陪你去 没问题 喜欢爬山吗 我也经常爬山 您家是 河北什么地方呢 我护过河北 卓州的 您二位已经从情景模拟 迅速跳到 现实生活当中了 我想知道 那边有没有山 那边山 你要爬步 没有山 少 都是小山 没有 全是平原 您走 我是要找一个 家乡桌 没有山的吗 有山有水啊 那环境好啊 没山没水 带着没意思 尤其是在外地 你要在北京行 在外地 没山水 我怎么待啊 我情绪就没了 先生 您住在哪儿啊 现在 二横外 三横内 就离着不远 那这地儿也没山没水 北京周边有的是山羊 它离着近 我觉得太强势了 对自己是伤害 在刚才这样的一番交流过程中啊 女士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 我给您探讨啊 那女士呢 可能更随意一些 更任性一些 现在任性这个词呢 也未必是贬义词啊 有可能让余先生认为 这个女士的年龄 和她的心理状态 其实是有差距的 对 就显得您 心理年龄年轻 换另外一个词语来说呢 感觉还不是那么很稳 很成熟 我相信余先生也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有时候 男士也会欣赏这种小女人一样 或者挺单纯的 挺可爱的 这种年龄五官 对这就是余先生的一个选择 小女人都是这样 都会都可能会 这是女人的天性 接下来你想了解 女士哪方面的信息呢 请看大屏幕 请选择一下 择偶要求吧 好你是 您的择偶要求 必须爱运动的 而且是太干净的 我有洁癖 我特爱干净 整洁到什么程度呢 床单 被罩 什么家里的都是 不能说一尘不染嘛 反正我都要消毒的嘛 而且我现在 等于是我妈 她们来了 也几乎就是 来了就给她们 榨花布啊 她们可以坐 坐在休息 回去以后 我就把这块布撤了 以后就消毒嘛 很少有人上我家去的 那您将来找了一个伴侣的话 不会说他坐下床 也得消毒吧 那他要是代价的话 他出门一套服装 他回来就要换衣服 洗澡嘛 这都换了 我能接受 他不能把外边尘土 把外边人 比如说坐火车回来 很脏 环境很脏 他给我带回来了 容易生病了 她的要求 我觉得有点 我也是比较懒 在成长的过程中呢 一切都是我母亲的梦 洗衣服 做饭 我当兵以后 才会学会洗衣服 就更需要的是 一个女人能照顾您 我是离婚以后 才会学会做饭 你是啊 就如果先生相对懒一点 您会帮他去料 你就一进家门 你等等等等 我拿来你的家居服 你换上 您会这样吗 还是希望他自觉的 不用您督促 就可以去换 自语的最好 如果他要是不自觉 那我肯定强迫他 那么做吧 还得强迫呢 那当然必须的 要不然就不能在一起 我们就这样一个 情景模拟 也是一个真实在线啊 情景模拟 先生开庭一天 回来特别疲惫 回到家以后 就想躺在床上休息 而女士特别希望先生 把衣服换了之后 再去休息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看双方如何协商 哎呦 我回来了累了 哎呀 不行 没坏了 腰酸腿疼的 那你换完衣服 你再躺 就是 衣服 你把衣服给我拿来 给你拿来可以 啊行 你帮我换 我换 我就换 是吧 这也都过分了吧你 一会儿我才累了 你再累了 你 好好换呀 不至于自己的衣服 不会洗 不会换吧 我给你拿过来了衣服 你还 对对对 这腰酸腿太累了 这也得胳膊腿 那你坐那 先坐椅子 休息休息 完了再吃 那行 不帮他换呀 我不帮他换 为什么呀 我儿子都不管 我能帮他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立的嘛 其实女人别太强 是吧 刚才这样的一个模拟状态中 男人也有点小撒娇 这种小撒娇呢 是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大家有更多的肢体去接触 你不喜欢这种生活 您受不了 不行 没有关系 您这个状态呢 我觉得非常真实的呈现给别人 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 我很喜欢这样的女士 我是独立的 她也是独立的 谁也别 最好 大家不要有那么太亲密的 什么撒娇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也挺好 打个比方过马路 因为我前面就走着走着 她到路口了 看有车了 没怎么着 实际上我自己很好 我就独立惯了 我就过去了 她给你一吼吼 你往回跑 你吓得 你本来这安全问题 一下就没了 我特恐怖 您知道吗 我害怕这种 我是您的支持者 但是我 所以我站在一个 对您好的角度 想跟您交流交流 就是 那我就问您一问题 还是真的 有时候以后 先生咋要身体出问题了呢 您管不完 那是特殊情况 可以特殊对待 我觉得您如果把日常生活 说得这么的 我觉得您比较冷 这样您觉得 对于找配偶 会不会不是很有利 说实话 也是没有利 您看刚才您举的那个利 虽然我支持您 但是我也想问问 您这话题了 当时真的是 说在过马路 那么可能先生看到呢 这一个车过来过去 也许啊 也许还没变绿灯呢 您觉得没事就往前走 对啊 那先生一看这不行 赶紧往回拽一下 好意啊 您说 我自己能把握得住 我不用你管我 您把我给吓着了 我有安全意识 我看着呢 对 但是对他来讲 对啊 他是觉得 你是我的爱人 我得照顾好你 咱到这个年龄呢 咱不允许任何人有闪失 可以理解 但是我接受不了 不接受 对 他担心时间比较长了 十年了 可能会比较固执点吧 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您一直都没有发言 我是这样的 就是您出生在什么家庭 我们家父亲是抗美援潮军人 也是军人出生 我母亲就是一个工厂一工人 你们家几个子女 我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因为我觉得你这种状态啊 别的像独僧族女 对独僧族女状态就是唯有我的观点 我是 唯有我的观点就是我说这样的 别人不能反对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吧 我们上爬红楼寺的时候 有一个也是你的律师 岁数也很大 很大以后呢 他就给另外一律师 就讲那个树的问题 一下没好才空了一下 我就在旁边 我当时就 就是久语 我当时也不觉得 反应什么问题 我就没有去拉 我等我拉的时候 他已经摔倒了 你说这种状态 如果是夫妻套 我去不去拉 那你说呢 你吓我一套 我本来没事 你拉我反正没事 他有的时候觉得 那种情况 你可以拉他一把 你像那个 无关紧要的 就不要去拉他 本身那个没有什么 您说的对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想这点 真正我不拉你 我拉你 反正你啪摔倒 你还瞒眼我去拉你 就像现在 受伤流行这个东西的 是吧 老太太摔倒 没人扶 对吧 扶了摔 你弄的 还会产生这种状态 其实这个 涉及到的是 这个夫妻关系当中的 亲密程度 那有些夫妻关系 认为是应该 相互独立的 包括女生 她经常一个人 背包去爬山 一个女性 而且一爬 就是整整一天 也许这个山上 渺无人烟 就她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 可能是常年的生活 常年的 对 造就了女士 这样需要彼此 独立有空间的个性 好 接下来呢 还有一位女士 先生您还没有碰面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康女士 掌声有请 康玉燕 49岁 离北京人 房屋出租 有独立住房 康女士 用一分钟的时间 推荐自己 我是一个性格开朗 爱说爱笑的 喜欢平时喜欢 做饭呀 收拾屋子呀 就是 没事捋捋游啊 也唱着歌儿 跟朋友 也健身 爱好很多 希望我们能那个 加深了解 交流一下 两位老师 你们各自支持的是 哪位女士 我这样 我先说一句吧 我支持的是 咱们熊女士 然后但是呢 我今天我想说上去 因为第一 我是小辈 第二呢 咱们对视不对人啊 熊女士 我觉得是 您今天的状态 我一点都不喜欢 我就直说 您也别不爱情 您是长辈 我就直说啊 对视不对人 没事 我觉得就是说 您有您自己很好的 很强的性格 您不是那么好 跟别人相处 这个也无可厚非 那您要来到这个舞台 是为什么呢 您来这儿 是为了找另一半 能够一起去融合和生活 如果您还来到这个状态 那就相当于说 如果是对方不合适 我觉得说了也没有用 不合适怎么叫合适呢 军妮说了 那您要不饿 咱进饭馆干嘛去 您来了 咱放下些自己的个性 咱是来找另一半的 您得表现出这方面来啊 不好意思我走了 怎么了女士 不好意思我走了 离异多年的独立生活 是熊女士在生活当中 表现出了倔强和独立处事的风格 针对这种情况 嘉宾孙嘉一很担心 她在择偶当中会很艰难 为了平复女士的心情 专家马剑老师和节目主编 在场下进行开导 你不能这么只横压指责 你可以说提前你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对吧 我来呈现的是真实的状态 我也会伪装 我往那一站 我跟那什么事 我也会伪装 有意思吗 如果我跟您接触 两天就不合适 还是这样 就是我们肯定是要选择一个 办理不论是呈现你电视机前 还是现场的一些朋友 我电视机前我也不找了 我今天状态不好 她可能着急的是 您的状态要求 而不是说是您本人的 我的性格要求 不可能挑战 我是希望别人来 你尊重我 我就尊重你 我特别希望平静 我就是怕人家指责我 我父母指责我 你指责我 完了以后到单位 单位因为我不太 你也知道 我不太会为人 完了单位也指责我 最终熊女士的情绪 在两位老师的开导下 逐渐调整过来 我们也希望女士 早日找到自己的心 黄中花香会让你沉醉 亲爱的来跳个舞 她开始跟我说的时候 她唱卡拉OK了 她肯定不跑掉 就是比较谦虚 等到秋风起 秋夜落成堆 能陪你一起枯萎 也无悔 刚才是觉得先生 唱得怎么样 比我唱得好 其实我走调了 我唱卡也跑掉 比爸跑得还厉害 我发现这个女士 特别给您留面子 您发现了吗 是发现了 很体贴 对对对 就是您上面 有点不足的地方 她赶紧帮您往回找 我说不 我唱得也跑掉 不不 这个刚才 她答得不好 因为和律师职业 不符合 不匹配 您有感觉吗 有感觉 有感觉 来两位请坐 接下来最后一个环节了 先生 您想了解康女士 哪方面的信息 请从大屏幕当中选择 相生经历 离异半年的时候 就是经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一位先生 相处了六个月吧 就是比较优辱把断吧 比如说什么事情 开车出去吧 下车的时候 就是关门子 像咱们一般就常常走了 该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 她回去就是 还要把四个门子 重新再全部再开一遍 看师傅 就是关好没关好 不回回都这样吗 对 就每次下车 走了没几步 我看关门关门 又去拉一遍 百分之九十以上 会这样吧 还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吗 喝酒吧 它比较就是 有点酒膩子这种的 就是一瓶酒喝两三个小时 我说其实抽烟喝酒 包括比如说玩牌 我都能接受 只要你有个度 就是不能耽误正事 他是比如说这一瓶酒 就是能喝一个晚上 说你就切了块了喝完了 我就说 哪怕你喝错了 我去给你收拾 都没关系 那看来您是个挺爽快的人 对对对 还是吧 就是不太能接受这种 慢性子 对对对 很多很多就是 先生 您不是这种的吧 哪种啊 就是这门都得关两回查一查 喝酒吧 喝不了多少 喝一晚上 这也不会 不会 那您是一个比较做事 快言快语 或者比较麻利的人 还是说也相对比较稳 比较慢 我是快言快语 急性的 我也是比较急 现在就是好多了 是一般的事 还是就是那种快刀转乱麻吧 就是什么东西 不会说太犹豫的 想好了就去做 这段相亲经历 也是相亲之后 持续六个月呀 不算快刀转乱麻了 不是 这个东西也是 相互给对方机会嘛 我们毕竟是二婚吧 就是说 不要说一下有一点缺点 就把对方一棒的打死 我就觉得还有一点 要慢慢了解 后来觉得越来越不合适了 康女士 现在状态比刚才啊 真的是大相敬听 先生您不知道 在这个一号先生 战场的时候 康女士 我们都担心说 这位女士 完全就是很慌乱 然后也表达的 不是很清晰 但是一和您交流 哎 是吧 情友团 哎呦 这滔滔不绝 然后特别自信 我就觉得 跟那刚才那个 说不到一块 他就觉得心里边 都说了什么 我感觉就是 跟他有感觉 所以状态好起来了 对对对 我觉得对女的 喜欢这个男的 比喜欢那个 你好 要好 您觉得这个 适合这位律师先生吗 呃 我感觉应该能 那个谈一谈 那你估计啊 康女士心中 会对这个先生 有这种特殊的好感 或者希望 往下走一步的 这种好感吗 应该有 确定 确定 康女士 嗯 这朋友特别了解您吗 嗯 还是比较了解吧 呦 这些就有点 窃喜的意思哈 看来大家对您印象 还都不错 马老师 您觉得呢 两位匹配度高吗 我认为 肯定是 有谈下去的必要 我是强力推荐 康女士的 人分随和 不藏着掖着 不端着 对人非常温和 永远有笑容 我觉得通过 这一系列的 她在场上的表现 以及她的语言 我认为真的是 大哥 值得 多接触接触 两位啊 请起立一下好吗 我们来一起看看 两位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是不是合适 而您二位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能不能找到感觉 也没有吝点 我相信 大家听说两位 刚才跳到和谐吗 搭配吗 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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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正地做最后选择 对吧 您得真诚地献花 好吗 先生 我把这果相军爱情的玫瑰花 对到您手上了 通过对我们康女士的了解 您现在想好最终选择 是不是她了吗 就是她了 掌声回答案 但是现在进入了 女士权力反转的环节 您需要朋友们的参考意见吗 我觉得您有点犹豫 不需要 不需要啊 掌声鼓励一下啊 来 先生替花啊 停 得说出您的祝福 祝愿和您的爱意 这环节很重要啊 说不好咱就不结花 说明不真诚 我相信先生 有的是词 对啊 律师啊 您处理了那么多 婚姻方面情感方面的官司 您还不知道什么最珍贵吗 亲友团一直点头 就靠您了啊 看您的了啊 我很喜欢你 能够继续了解 将来能够很好的活后半生吧 太好了 接不接花啊 姐 抱歉 真的很抱歉 对不起啊 没事 为什么呀 其实你看亲友团都在点头 都很支持您 接住一下姐 勇敢点 接住一下 接住一下 来 这位一直没有发言的朋友 也说两句 你觉得这花该不该接 该接应该 应该了解一下 因为里面还是老乡嘛 老家是一起的 老家是多少 对 别说一句了 也就是从小成长环境还一样 对吗 这位女士刚才已经表态了 现在再跟你这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有着不寻常的爱好 女嘉宾上场后火花不断 笑容确实很迷人 不太就是愿意就居于这种场面 然后说一些比较客套的话 这一点我觉得很好 挺稳定的 尖宝特别宽厚 开朗的她 温柔的她 大放的她 她们有着不同的观点 我觉得三号也不错 二号嘉宾吧 最终她的鲜花会送到哪位的手中 一切精彩 竞争 有年价如